大家早 禮拜六的白天 今天的天氣好 記得要洗衣服曬被子 當然更重要要出去走走 不過今天到了晚上 深夜以後 北部地區的天氣要有所變化 我們就來看看什麼 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很重要 下個禮拜六可就是投票日 這天氣狀況來說 在這個禮拜的今天的話 最主要就在於早晚天氣冷 還是有微弱冷空氣影響 加上輻射冷卻的作用 不過再來的冷空氣 有兩個波段會進來 一個就在禮拜天 另外一個在星期三 週日 週一 週二會受到一股東北 季風影響 加上華南水氣影響 北部東部有雨 中部南部天氣晴了 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乾燥的冷空氣進入了 所以溫度狀況下降了 晚上的北部低溫在十三度 兩天的時間在週三到週四 到了禮拜五的選前之夜 天氣晴了 日夜溫差很明顯 星期六的投票日當天都是好天氣 只有東半部地區的早晚 雲層量比較偏多一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看到北方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的東移當中 但可以注意喔 在四川一直到雲南 這邊的大片的水氣帶 正在逐漸的往湖南的方向移動 而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將會逐漸的接近 到達了浙江跟江蘇的位置 而這個水氣會在明天的時候 開始通過臺灣北方的東海 但當他通過的時候 北方的冷高壓會帶下來冷空氣 使得水氣又進入臺灣上空 在中部以北最主要就在新竹以北 雲層多 桃園以北到臺北 基隆 宜蘭 北花蓮 都有點局部的短暫雨 所以禮拜天你安排活動 往北走有雨 往中南部走天氣晴 但海邊的風都要明顯震大囉 接著來看看今晚的地面天氣圖了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隨著北方的高壓 開始逐漸的下來 冷空氣就在今天深夜以後 開始進入臺灣上空 溫度的感受上來說 在明天開始一直持續 有兩天到三天的時間 我們在北部地區 都是濕而涼的感覺 甚至有點冷 而在中南部地區來說 是屬於天氣晴 所以南北天氣大不同 先來看看今天的溫度狀況 白天的外島地區的話 早晚天氣偏冷 白天陽光露臉 但風吹來還是有點冷 那澎湖的話 沿海陣風到今晚會增大 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東部早晚雲層量多 中部南部是天氣晴朗 可是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 夜晚寒冷 穿著方面要注意保暖 尤其騎車的朋友 還有高山路面 都有結冰的狀況 晚上山區活動的朋友要小心 下山區活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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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